台灣女大學生來香港由迪士尼期間跌倒 一度昏迷心跳停頓 根據外電報道 今個月初那個女生和朋友 來到香港迪士尼觀賞煙花的時候 懷疑被人群推撞受傷倒地 送到瑪嘉烈醫院ICU急救的時候 曾經嚴重昏迷心跳更加一度停頓 救回之後仍然連續幾天昏迷不醒 家人在她耳邊播她最喜歡的歌 又到王大師廟祈福 而且在社交網站號召網民打氣 直到21日上星期五 個女生終於醒回 可以眨眼打招呼 隨即搭醫療專機回台灣就醫 現時情況良好 迪士尼就否認曾經發生人踩人的事故 強調並沒有收到人潮劑擁報告 今次純屬個別事件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